意大利北部有两列火车在10号晚间发生了相撞 造成至少17人受伤 意大利紧急服务部门表示 事发时两列火车正在北部城市法恩扎和福利之间行驶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故一共造成多人受伤 但是伤势都不严重 事发之后多名消费人员赶往现场参与救援 目前搜救行动已经结束了 相关地区的铁路交通也一度暂停 具体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感谢观看